西有琉璃瓦,今有身边人,欢迎收听琉璃故事会 好不容易熬到周末,跟一众大学好友聚会 玩到真心话大冒险,我苟了几局,最后还是不幸中招 在众人的起哄声中,我被迫选择了大冒险 给前任发消息,我怀孕了,没错,就是那天晚上 我邪魅一笑,小意思,反正我跟他也没上过床 这话一听,就是在玩游戏 我翘着二郎腿,晃晃悠悠在微信搜索框里输入狗 然后不屑地点开那张风景图的头像 输入,一键发送,手机试试关机 我扔在一边,没再理会,继续玩了起来 结束时已经是夜里十一点多了 我洗完澡,从浴室出来,边擦着头发边走至床头 把吹风机的插头插到床头边的插座上 随意地拿起手机翻看 突然,目光落到一处定住了 与此同时,我的脸也僵住了 红色显眼的九九家条消息都来自于同一个人 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些消息都来自我老板 儿媳妇儿,别怕,妈给你做主 你可千万不要想不开呀 有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商量 是不是这小子逼你的 我现在马上带着他来给你赔罪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负责到底的 然后就是无数的视频通话申请 我整段人在吹风机吹出来的风中凌乱 我好像惹出什么不得了的事情了 苍天啊,我给前任的备注是大狗 给老板的备注是二狗 而且他俩的头像都是风景照 所以一不小心发错了 我,要不你还是把我删了吧 夜里做了一个梦,梦里我化身一只小白兔 被一头巨大的棕熊围困 可谓是惊心动魄 一抬头,那张脸赫然就是剑里的脸 他冷冷地注视着我 37度的嘴里吐出冰冷的话 大胆灵犀,居然敢戏弄于我 看我今天不收了你 我一脸悲痛地匍匐在地 大喊着,老板,我错了 第二天,我顶着两只遮瑕都遮不住的熊猫眼 不情不愿地往公司走去 求求了,别让我见到纪宴里 然而,天不仅不遂人愿 还偏偏怕啥来啥 我三步并坐两步拦住了即将关闭的电梯 正好跟一双漆黑的眼眸四目相对 我正在原地 纪宴里身形其长 堪堪站在电梯的最中间 幽深的目光显得若有所思 透露出一股高深莫测之色 当然,如果忽略它跟我一样的两只熊猫眼的话 似乎见我没有动作 它目光一动,示意我还不进来 我呆滞地走进电梯 最大限度地离它远一点 假如时间可以倒退两秒 我愿意冒着迟到的风险等下一趟电梯 时间一分一秒都是煎熬 终于等到电梯停了 却没有人赶下去 因为老板还堵在前面 不知道抽了什么风 角落里传来一声弱弱的呼唤 如蚊子般小声叮咛 鸡总 很好 这位同事勇气可嘉 鸡眼里终于动了 缓步走出电梯 电梯里的人蜂拥而下 我被挤在角落里 从角落缝里钻了出去 刚走出电梯 手腕就被人抓住 身体被扯向相反的方向 干,该来的还是要来 我猛地甩开鸡眼里拉住我的手 对上他错愕的目光 有什么话等我打案卡再说 玩归玩,闹归闹 别拿全勤奖开玩笑 全勤奖是保住了 就是不知道下个月工资还保不保得住 小唐秘书走过来 喊我去总裁办公室的时候 那眼神仿佛在说 你命里注定有此一解 我欲哭无泪 心一横 昂首挺胸 阔步往前走去 好歹我也在公司这么多年 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 总不能真的把我开了吧 但是一想到 鸡眼里那个尿性 也不是没有可能 干 堵堵堵 进 清冷的声音传出来 我闭了闭眼 畏畏缩缩的走了进去 季总 这是这个季度的报表 鸡眼里的目光 轻轻扫过我一眼 接了过去 轻声恩了一声 他随意翻了几下 紧接着目光落在我身上 眉毛轻条 昨天晚上 我心尖一颤 急忙接过话 我发错人了 不好意思 季总 给你添麻烦了 鸡眼里的目光缩了缩 视线缓缓降落到我的腹部 眉头一皱 声音低沉中 还带着一丝起伏 所以你真的 看清鸡眼里的视线 我连忙白手表明忠心 误会误会 纯粹是真心话 大冒险输了而已 我绝对一心一意 为了公司的利益 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 生孩子什么的 完全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内 工作使我快了 公司就是我的第二个家 我的真心天地 可见 不知道是不是 我的中心起了作用 剑里眉头舒展开来 语气中都沾了些许愉悦 嗯 林经理的业务能力 我是看在眼里的 我长舒了一口气 那纪总我先去工作了 说完我暗自安抚了一下 自己的小心脏 转身准备离开 等一下 身后的声音突然响起 我一个猎气 顿住了 转过头 扬起标准的八颗牙路齿笑 还有什么事情吗 纪总 还有一件事 纪宴里停顿了几秒 似乎有些为难 下班之后等我一下 带你见个人 想过纪宴里带我去见合作伙伴 连加班费都算好了 但是没想到 他带我来见他妈 妈了 能不能提前打个招呼 让我好做心理准备 不要一天天一惊一乍的 我的小心脏很脆弱的好不拉 欧式风格的音乐餐厅 台上正在弹奏梦中的婚礼 靠近落地窗的位子上 端坐着一个优雅的贵妇 经过了岁月的洗礼 只留下淡然闲静的气质 妈 身边纪宴里的声音响起 那名妇人顺势抬头 扬起笑容 我腿一软 本能地转身就走 纪宴里眼疾手快地 把我拽了回去 我突然想起来 昨天晚上发消息的人 看口气应该就是 纪宴里的妈妈 玩脱了 尬得累 纪宴里低声道 跑什么 你怎么不要告诉我是来 见你妈妈 早说了你还会来吗 废话 当然不来 尴尬时我忘记了 眼前这人是我的老板 来不及了 跑不了了 纪宴里的妈妈已经挽住了 我的手 笑着说 这就是细细吧 真是百闻不如一见 长得可真漂亮 细细 百闻 不信 我扯了扯嘴角 扯出一个笑容 是吧 纪阿姨小心翼翼地 扶着我坐到椅子上 俨然把我当成孕妇 我尴尬地出声 阿姨 昨天晚上的事情 其实是误会 我跟纪总什么事情都没有 我也没有怀孕 最后两个字 有些羞耻的小声吐出来 纪阿姨压了一声 表情看起来十分失望 被冷落在一边的纪宴里 自觉地坐到我旁边的位子 妈 我都说是误会了 你还不信 纪阿姨瞪了她一眼 回到对面坐着 西西今年多大了 家住哪里呀 有男朋友吗 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啊 你觉得 我家这小子怎么样 二十六 家在怀城 没有 等一下 怎么像茶户口一样 纪宴里怎么样 我偷偷瞥了一眼 正对上一双漆黑的眼眸 眼神立刻弹了回来 嗯 黄金单身汉 老板今年放年二十八 付的一批 帅得惨绝人寰 往那一站 就是一朵高领之花 不过这种高领之花 只可远观 不可卸完 车在夜色中行驶 远处的霓虹 忽明忽暗 我打开车窗 晚风吹的人头脑发昏 有些虚幻 又把车窗关上了 车身在小区门口静止 我转过头 一张俊脸骤然放大 周身被一阵轻烈的冷木箱笼罩 我神识鬼诧地闭上眼睛 耳畔突然传来轻的一声吃笑 紧接着是安全带解开的声音 在静谧的车内油漆突出 我猛地睁开眼睛 脸上迅速爬满飞虹 入目的是 纪验里擒着笑意的嘴角 和充满细血的眼神 该死 真是唱戏的腿抽筋 让人下不来台了 马德 什么破风 一直吹 吹得人浮想联翩的 马德 什么破安全带 我自己没长手 不会解吗 马德 好端端地闭什么眼睛 现在尴尬了吧 画面只静止了三秒 聪明且善于化解尴尬的 我选择土盾 就是有一只手 一直拽着我不放 指尖机宴里认真地看向我 灵溪 你觉得我怎么样 这是在考我 很好 这种拍马屁的机会 我一般都不会放过的 我仅仅思索了几秒 同样认真地回望向他 祭总不仅年纪轻轻 一表人才 还能力超群 眉眼间一一声灰 没有一个词汇 能描绘出你眼里的星辰 唇角的清风 没有一句漂亮的话 能表达你半分的经验 当我垂死病中精坐起 一把拆掉呼吸机 还有什么灵丹妙药 能比您这张如木春风的脸庞 更能妙手回春呢 祭总您简直就是无备楷模 祭宴里静默了几秒 还有呢 嗯 这还不够 游记的我当初刚入职的时候 是祭总你带我走出新手的尴尬期 为我打疑解惑 在我遇到工作上的困难时帮助我 您就是我的伯乐 是我的人生导师 是我成功路上的恩师 行了 你回去吧 行吧 好不容易走心了的 说记忆里是我的恩师 倒也不是乱说的 他这个人狗归狗 当人的时候还是挺像个人的 彼时我刚刚入职 不懂职场上的弯弯绕绕 完全是个单纯一片好糊弄的小白 公司年会上 我被人当众污蔑栽赃 下不来台 我看着那个 自己一直以来无比信任 当做前辈的人 惊诧大于失望 短暂的二十余年人生里 我几乎没有接触过 什么处心积虑心存坏心的人 被警察带走的那一刻 我第一次真切地体会到 孤立无援 彷徨无措的滋味 穿透人群看到记忆里 他身姿挺拔 站立如松 目光深邃 看不清神色 第三天 是鸡燕里来救的我 鸡燕里走至我跟前的时候 我正靠着墙壁 埋首小声啜气 室内安静如鸡 即使我咬住手 有意不哭出声音 还是免不了发出啜气声 你可以走了 突兀的声音响起 我正正地抬起头 鸡燕里低垂着头 面色冷淡 没什么表情 维持着同样的姿势沉默良久 他又开口 受打击了 现实就是这样 没有人会无理由地对你好 面善的不一定就是菩萨 这个行业竞争很大 千人千面 像这样的人不在少数 如果你这样就剥离心的话 也许你并不适合这个行业 纪念里说的话并不委婉 至少在当时的我听起来很刺耳 没有人天生就会习惯荆棘 你不能要求温室里的话 猛然遭受风吹雨打 还不留一点受伤的痕迹 笑死 我不适合 我是不适合 是你说了算的 我这人天生反骨 越挫越勇 敢欺负我 不就是因为 姐站得不够高吗 等着 早晚有一天 我肯定能跳起来 打到记忆里的膝盖 在我又一次 加班到深夜的时候 碰巧遇上了 同样加班的记忆里 我满心振奋 老板都这么卷了 我还有什么理由 心安理得地躺平呢 就凭我这无处安放的美貌吗 不 美貌终究是不能当饭吃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麒麟有个初恋叫宋思恒 名字倒是跟这个概念有些像 记忆里低沉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我正在看吉林新的珠宝设计的概念介绍 文言瞬间醍醐灌顶 初恋啊 初恋好 初恋最难忘了 我冲记忆里讨好的笑 吉总您这么晚才下班啊 我也刚好准备下班了 听说附近有家小龙虾很不错 要不我请您吃个宵夜 太晚了 吃那个不健康 我哑口无言 难道大早上吃才健康吗 你吃过晚饭了吗 附近有家饭店 粥不错 也行 第一次见有人年纪轻轻 就一把年纪的 吉总 您跟左岸的齐总是 对面 剑里漫条丝里的整理好碗筷 文言眼睛都没抬一下 大学同学 我两眼放光 同学啊 同学好 老同学肯定知道很多内情 我妈撒擦掌 准备打探打探消息 那 先吃饭 祭宴里将洗好的碗筷递过来 淡淡一瞥 有一说一 粥确实挺好喝的 此时我咬着勺子 不时偷偷打量 对面碰巧遇到的祭宴里 回想起昔日死皮赖脸 缠着祭宴里偷失的争容岁月 以及这些年 摸爬滚打走到今天的光辉历史 自从那次拿下麒领的授权 我就时常无视现殷勤 讨好祭宴里 他从一开始的不耐烦 到慢慢习惯 再到焦徒弟一样 给我很多帮助 职场人的第一步 跟老板打好关系 如今我已经不是 当初那个什么都不懂 任人予给予求 任人欺负的新人了 嗯 跳起来也能打到 祭宴里的膝盖了吧 不知道从几时起 我也开始能独当一面 不再做什么 都要问问祭宴里的建议 你最近很忙 啊 还好吧 祭宴里的声音有些沉闷 嗯 眉头莫尾的一句话 搞得人摸不着头脑 我正欲开口在问 突然听到两道声音在对话 听说了吗 林经理要升职了 真的假的 我耳朵一动 难眼激动地 看向对面的祭宴里 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不知道 老板 听说我要升职了 这事你知道吗 有人亲眼看到 祭总带林经理 跟他母亲一起吃饭 照片都发到群里了 我去 这都见家长了 下一步不就成老板娘了 听到之前没想到这么离谱 居然这么不巧 正好被人给看见 这下误会不就大了 我偷偷打量着祭宴里的表情 见他神色并无异样 松了口气 祭总 我吃好了 先去公司了 祭宴里不急不缓地 拿起纸巾擦了擦嘴 我也好了 一起走吧 啊 这 不太好吧 本来公司 就在闯我俩的谣言 见我犹豫 他挑了挑眉 怎么了 那个 我突然想起来 我得去买杯咖啡 祭总您需要吗 我一并烧过去 一杯冰美是 加糖不加奶 谢谢 不客气 其实我也就是客气一下 拎着两杯咖啡走进公司 我们部门今天尤其安静 走近一看 原来是一尊大神亲临 小张对我使了个眼色 朝办公室方向拧了拧嘴 祭宴里正坐在会客的沙发上 翘起二郎腿 随手翻阅着一本书 整个人金贵而禁欲 祭总 你这是 祭宴里闻声抬头 嘴角勾起一抹恰到好处的微笑 站起身来 他身量很高 凑近来给人一种压迫感 平日里偏又不苟言笑 给人很大的距离感 此时笑起来 却又有一种冰山融化的感觉 不对劲 十分诡异 我狐疑地想 祭宴里这是 吃错药了 回来了 我来领我的咖啡 我给您送上去就好了 祭宴里舒尔凑近 眉眼深邃 眼神专注 我正了正 心脏没有来得漏了一拍 过了两秒 他突然倾笑出了声 没关系 顺路而已 说完在我头发上揉了揉 走了 我咽了咽口水 惊恐地看着 祭宴里的背影 怎么感觉 他像在勾引我似的 祭宴里走后 部门瞬间炸开了锅 我天 实锤了是吧 这是实锤了吧 Oh my eyes 有生之年 居然看到 祭总谈恋爱的样子 那以后 咱们跟着老板娘混 岂不是吃香的喝辣的 本来公司上下 就在传我俩关系特殊 这下好了 谣言越烧越旺 祭宴里要去出差 点名让我一起 据说小堂秘书有别的安排 所以这趟只有我俩 到淮城的时候 已经夜色将至了 祭总 咱们订的酒店在哪里 祭宴里满眼写着迷茫 你没订酒店 我一脸问号 你没让我订哪 祭宴里捏了捏眼角 不好意思 这些以前都是秘书的事 是我忽略了 一 可不敢怪老板 我忙拿出手机 查看附近的酒店 积宴里撞丝突然想起 你家不是在淮城吗 方便吗 方便 家里空无一人 我爸妈又带着旺财 两人一狗自驾旅游去了 我收拾好客房出来 祭宴里已经洗完澡 穿着浴袍 站在客厅的电视机旁边 看着什么发呆 我有些僵硬地朝客厅走去 客房没有卫生间 她只能在公共卫生间洗漱 她一只手拿着毛巾 在头发上随意地擦着 细碎的几缕湿发垂在额头 脖梗上 喉结上有些细密的水珠 浴袍松松垮垮地穿在身上 令人浮想连篇 啊 这是可以说的吗 等到看清她手里的东西 我的羞耻感蹭了一下上来了 那是一张照片 我十岁左右的样子 额前的两撮龙须垂至脖浅 极其抢劲 当时觉得自己是仙女 现在一看 只觉得是仙女头上装饰的那坨毛 我妈说要留下我的黑历史 没想到居然把照片 放到这么显眼的位置上 我伸手一抓 准备把照片抢下来 顺便毁尸灭迹 没料到纪宴里眼疾手快 把手举了起来 我急了 点起脚去抢那张照片 浑然没有意识到 我俩的距离过于近了 直到我看向纪宴里 她笑意盈盈 一脸邪气 这么着急 气息喷洒在我脸上 瞬间涨地通红 我退后两步 手指不自然地交织 不早了 你的房间已经收拾好了 我先回房间了 说完就落花而逃 身后传来一阵轻笑声 我躺在床上 睡得板正 回想起刚刚的场面 泪心一片羊群呼啸而过 心脏不自然地开始跳动 啊 她是故意的吧 她是故意的吧 我也是谈过恋爱的 这还不叫搞暧昧 不对啊 怎么看都是意外 还是我主动的意外 思绪慢慢变淡 我突然听到楼下传来动静 似乎还愈演愈烈 客厅大亮着 机宴里站在餐厅的桌子旁边 脚下是摔碎的玻璃杯 不远处的林池左手拿擀面杖 右手拿了个锅铲 面上凶神恶煞 颤抖的腿暴露了她的情绪 见我下来 她惊讶道 姐 林池是我弟 现在在本地上大学 你不是应该在学校吗 怎么现在回来了 学校离家又不远 我偶尔也会回来住的 这个点 又出去鬼混去了 学校进不去了是吧 林池被我拆穿 善善地笑了笑 我这不是预感到 我亲爱的姐姐今晚回来 特意来找你的妈 这位就是姐夫吧 姐夫果然帅的一批 刚刚多有得罪 不好意思哈姐夫 林池一口一个姐夫 把我和纪彦里都喊得一愣 我冲着她的后脑勺 呼过去一掌 乱叫什么姐夫 这是我上司 林池眼睛瞪圆 不是吧姐 你们还玩办公室恋情 这么刺激的吗 不对呀 你们该不会是玩 前规则那一套吧 她该不会已经有 气焰里出声道 可 我目前还没有家事 林池眉头一皱 心痛地闭上眼睛 还真是前规则 我气得又往她后脑勺 呼了一巴掌 就你想象力丰富 想什么的你 第二天早上 我刚洗漱完下楼 就见餐桌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早餐 林池一脸殷勤地对着鸡宴里问这问哪 姐夫 你尝尝这个 巨好吃 还有这个 我姐最喜欢吃的 姐夫 你看看这些和你口味吗 不够我再去买 我深感奇怪 就睡了一夜 怎么还睡出感情了 但也没多问 时间快来不及了 出发吧 季总 记眼里看了我一眼 还有时间 吃完早餐再去 我 刚想拒绝 但一想到这个人对于养生的执着 又乖乖坐下了 好久没有吃过早餐 都已经习惯了 合作愉快 季总 合作愉快 我订了餐厅 晚上我们好好喝两杯 这种应酬 我自然也躲不掉 只好忍着心里的不是一同去了 来之前得知合作方时 我就设想过会跟江哲见面 但此时看着他躲在老丈人身后 看都不敢看我一眼 还是觉得好笑 这么些年过去了 他也该跟苏颖修成正果了吧 这是我女儿苏颖 这位是我的女婿 餐桌上苏总介绍道 季总你好 江哲伸出手 想跟季燕李卧掌 季燕李浅浅汗手 淡淡地回应了一声 笑意并未达眼底 江哲只好尴尬地缩回手 苏总本意是想让女儿女婿 跟季燕李 交好 怎料季燕李并不卖这个人情 我暗自发笑 季总就是季总 一眼就看出来 这俩不是傻好人 多少有点私人恩怨在里面 江哲是我那没什么存在感的前任 苏颖是我那绿茶味十足的前闺蜜 要说我们三个人的是 颇有那古早言情偶像剧的感觉 狗血味十足 说白了 一个绿茶想翘墙角 一个渣男想搏上位 两个人天生一对 我就是那被迫夹在中间走流程的工具人 只是现在工具人都已经成功下岗了 这俩人又一个个跳出来了 水流哗哗地躺出来 镜子里面倒映出身后苏颖低垂着 围围曲曲的脸 我忍不住想笑 这么些年 她到底在委屈什么呀 永远都是这副娇娇软软 天然无公害的样子 从前觉得她单纯容易被欺负 现在看来令人作呕 我还可怜人家呢 原来小丑竟是我自己 西西 我知道你还在怪我 但我跟江哲是真心相爱的 而且 我们已经结婚了 本来想让你来给我当伴娘的 但是我怕你还在生气 我翻了个大大的白眼 到底是有多不要脸 才让我去给她当伴娘啊 知道了知道了 我真心地祝福你们 百年好合 早生贵子 苏颖一愣 西西 你别这样 我知道你对江哲 真给我整无语了 我真服了 水土不服就服她 苏颖 你到底是真心爱她 还是单纯地就爱抢我的东西呢 说完 我看到苏颖的表情 一寸寸破裂 没再理会她 静止走了出去 没走几步 迎面又撞上一个门神 江哲的表情 有些难以言喻 小心翼翼地说道 西西 你最近还好吗 我有些不耐烦 挺好的 身体备棒 吃妈妈香 西西 我 江哲做事 要来摸我的脸 我躲过去 冷冷地看向她 江总这是 在演什么戏码 功成名就了 突然想起当年的百月光 开始后悔了 其实这么多年 我心里一直都有你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们还可以 我气笑了 有一瞬间 我怀疑的不是她说的话 而是我自己的耳朵 怎么了 现在的人都怎么了 脸都长这么大了 人类进化没有告诉我 啥意思 你想让我给你当小三啊 这事苏颖知道吗 你不跟她商量商量 江哲语气着急 我不是这意思 江总好大的脸 敢让我的未婚妻 去给你当情人 带着怒气的声音传来 记忆里面色凌厉 大步走开 把我拉到身后 我一愣 我什么时候成了她未婚妻了 江哲面色惨白 未婚妻 你们不可能 记忆里冷笑 可不可能不是你说了算 你们的事情 细细都跟我说了 一个靠女人上位的垃圾而已 谁给你的脸 让我的细细做小三 我在后面忍不住拍掌叫好 江哲这种人 真就是垃圾啊 我突然觉得 把她的备注 跟记忆里放在一起 简直太侮辱记忆里了 不行 回去得改个备注 江风阵阵袭来 吹在脸上 有些凉意 记忆里把外套披在我身上 两个人静静走着 你怎么会知道 我跟江哲他们的事 林池告诉我的 我疑惑 你们什么时候关系这么好了 只是碰巧认识一个 他喜欢的电竞选手 这下懂了 偶像的力量 足以让这小子 把我家组上三代 大大小小的事情 都说出来 不过 你说我是你未婚妻的事情 总有一天要被拆穿的 毕竟我们还要跟他们合作呢 我低着头走路 强迫症似的 特意去踩两块板砖之间的线 路快要走到尽头了 前方再走几步路 就是阶梯 下面连着浆水 鸡眼里落后我一步 突然握住我的手腕 我被迫停了下来 疑惑地看向他 鸡眼里的眼睛 如同两块黑钥匙 专注而认真 也可以不被拆穿 什么 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 耳畔突然有什么东西炸开 鸡眼里的眼睛里 有些绚烂的色彩 美丽而恍惚 四周突然变得静谧 我开始听不到外界的声音 只看到鸡眼里越来越近 唇半船来柔软的触感 接着便愈发深入 胸腔内的心脏一声声地发出震动 而我似乎并不抗拒这种感觉 公司楼梯间 鸡眼里将我抵在墙上 眼神危险 躲我 我装傻冲愣 啊 没有啊 什么意思 他冷哼一声 装 为什么躲我 老板 你忘了 员工手则上写着 不允许办公室恋情的 公司里谈恋爱的还少吗 只是为了让他们收敛一点 才明文规定的 好家伙 那你倒是收敛一点 把手从我身上拿下去啊 晚上公司聚会 下班等我一起走 不听不听 王八念经 公司聚会上 纪宴里被人轮番敬酒 众目睽睽之下 他走到我身边 老婆 我喝醉了 一瞬间 所有人都安静下来 但也只维持了三秒 随即又个说个的 只是目光都不由自主地往这边瞟 我尴尬地脚趾扣地 拉着纪宴里逃离现场 纪总喝醉了 我先送他回家 你们继续 说完意识到不对 又补充道 回他家 同事恍然大悟地 拖着长枪吼了一声 我妈了 车里 纪宴里坐在副驾驶上 系好安全带 双手搭在大腿上 坐姿端正 喝完酒的纪宴里 眼神中带着几分迷茫 显得十分乖巧 你家在哪 纪宴里眼睛一直盯着我 说出一个地址 纪宴里的家 跟我想象的大差不差 整体黑白偏简约的风格 此时他一步一趋地 跟在我身后 我试探道 你要不去洗个澡睡觉 纪宴里眨了眨眼 心领神会 我手忙脚乱 退后一步 等等 你拖衣服干嘛 虽然但是 这个身材 磕磕磕 我红着脸 咽了口吐沫 那不争气的眼睛 竟然不受大脑控制地 瞟了过去 浑然没有意识到 纪宴里清明戴笑的眼神 我看到纪宴里手 往腰带内解去 大惊失色 连忙制止 等等等一下 这个先别拖 说吧 我带着纪宴里 往浴室走去 把人扔里面 啪的一声 从外面关上门 一气呵成 红着脸走到沙发上坐下 还好我及时收手 万一见李明天 清醒过来 没有断片怎么办 我坐在沙发上 百无聊赖地刷着手机 没有意识到 浴室的水声停了 直到脖梗出 传来温热的气息 身体被人从后面拥住 我心里一惊 酥酥麻麻的感觉 从耳朵蔓延至全身 男人的声音低沉 在耳畔沙沙地传来 带着调笑的意味 你想怎么趁人之危 我惊讶地转头 脱口而出的话 被柔软的触感堵住 吞进肚子里 成年人的世界 接下来发生的事 仿佛自然而然 第二天 纪宴里给我放一天假 让我在家休息 我瞪着他 拖着身子爬起来上班 我和纪宴里没有公开 毕竟公司有明文规定 旁人问起来也一并否认 尽管公司上下都心照不宣 毕竟纪宴里 在公司动不动就乱串门 假公济私 纪宴里的妈妈 对我俩的事情 一点都不惊讶 我早就知道 这小子喜欢你了 你是不知道 他那天收到消息后的表情 一晚上都没睡好 笑死我了 好吧 看看下次得好好问问 他是什么时候 开始对我心怀不轨的 日光明媚 纪宴里 躲在花园的秋千下斗狗 拿着一根香肠 九去十八弯 最后舔到自己嘴里 那狗的表情仿佛在说 我不是人 但你是真的狗 纪宴里一脸得意 我突然觉得好笑 拿起手机拍了一张想发给他 却发现 列表里的给他的备注 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 唯一的宝贝 而那个大狗 已经查无此人了 不用说 肯定是这人 不知道什么时候干的 感情这人 还是闷骚挂的 我问纪宴里 是在什么时候喜欢上我的 他不说 说必须在婚礼上告诉我 如果我不答应 他就不告诉我 于是在婚礼上 他说 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你正在跟一个乞丐模样的人 坐在路边谈理想聊人生 一下子吸引了我的目光 他真的我哭死 彼时我刚刚断粮 不顾父母的反对 独自来到陌生的城市 自己都身无分文 哪有钱给乞丐 只不过劝了他几句 好手好脚的自己赚钱 至于谈人生谈理想 完全是他自己度赚的 后来在公司见到你的时候 我是惊讶的 也许是缘分让我们相遇吧 你初出社会 受人诬陷 但没有因此受挫 所以这就是他打击我的理由 这要是在平时 我可得使劲给他掰扯扯扯 不过现在 我望着他的眼睛 说出了那句 我愿意 故事二 我上火注牙痛去拔牙 麻药没过 我拉着牙科医生的手说 我想睡你 医生将口罩拉下来 堂堂 你清醒点 我更来劲了 双手捧着他的脸 仔细看了好久 觉得我挺清醒的 嘿嘿一笑 你长得挺眼熟的 真帅 我可以加钱 给我睡一碗吧 医生嘴角勤着笑 漫不经心地问我 你打算出多少钱 我被他的脸迷得一塌糊涂 没听清楚他说什么 只是一直嚷嚷着要加钱 护士小姐姐在旁边脸 都要笑烂了 而林莫白就是那个 给我拔牙的牙科医生 我多年不见的高中同学 彻底清醒后 我咬着棉团 蹲在角落里 企图想找个缝 小护士安慰我 这只是打了麻药之后的 正常现象 很多人都有的 可只有我知道 这是我内心深处 最真实的想法 一只白皙修长 而又骨节分明的手 从旁边递过来一杯水 不用觉得不好意思 毕竟像我这么帅的 想睡我的人很多 我知道 抬头 对上一张笑容 肆意张扬的脸 我的心瞬间 被炸成一朵花 和18岁的林莫白相比 现在的林莫白 多了成熟的气质 黑亮的毛子里 透着沉稳 让人忍不住 倒出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忍不住目光 停留在他脸上 林莫白调侃道 你还是和当年一样啊 姐姐 这句话 勾起了我记忆深处的 那段回忆 出于本能 我几乎是落花 逃半出了诊所 时隔多年 再见到那张脸 我的内心 依旧被他勾起 惊涛海浪 我有一个秘密 关于18岁的林莫白 在他18岁生日那天 趁他喝醉 将他睡了 不是意外 而是蓄谋已久 我抱着此生不见的决心 事后将他拉黑 没想到还会再见面 再见面 我还对他说了 那么让人误会又直白的话 我跟林莫白初中高中 都是同班同学 虽然是同班 可是我比他大了整整三岁 小时候因为不想上学 哭 老爸溺爱 大手一挥 不上就不上 于是我上学 比同龄人晚一年 还有两年是怎么来的呢 小学留级留的呗 除了老师 没人知道我的真实年龄 我在班里 在学校 一直都没什么存在感 林莫白 家世好 成绩好 一直都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 而我只是班级里的小透明 我跟他的交集 是从高一开始的 金色的夕阳下 他们在打篮球 我路过操场 被他投的球砸到了 好死不死正中鼻子 鼻血流了一地 他吓了一跳 手边没有纸巾 他慌忙脱下身上的白涕 捂在我的鼻子上 汗味夹杂着洗衣液的味道 充斥着我整个鼻腔 大概是青春期的荷尔蒙作用 我觉得格外的热 脸都被热红了 他说 唐唐这个名字 一听就很爱吃糖 为了给我道歉 他送了我满满意度棒棒糖 从此 林莫白每天给我带两根棒棒糖 我跟他越来越熟人 我说糖吃多了 会长蛀牙的 他眨眨眼对我说 没关系 我以后做牙医 我帮你支不收你钱 其实我本不爱吃糖 可他让我爱上了糖的滋味 真的很甜 这份甜在心底蔓延 甜了我整个青春 我悄悄打听到 他想考南大 同桌问我想去哪个学校 我是南大 高三 为了能考上和林莫白 同一个学校 我夜夜挑灯夜读 一点睡六点起 长期的学习压力下 我经期推迟 越来越暴躁 越来越压抑 我中式没有考上 和林莫白一个学校 甚至都不在同一个城市 高考结束后 班级组织聚会 刚好在林莫白生日那天 林莫白问我 成绩怎么样 要报哪个学校 可是我的成绩 根本报不了南大 看着他灯光下 真诚明亮的眼睛 我骗了他 我说报南大 包厢里冷气很足 我第一次喝酒 除了脸有点热之外 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我疯狂地想要占有林莫白 不能跟他同一个学校了 那占有一下他不过分吧 邪恶的念头 在心里生长蔓延 聚会的最后 林莫白喝得烂醉 我跟他关系不错 又没喝醉 自然而然地 送他回酒店的任务 就落在我身上了 18岁的林莫白 21岁的我 酒店房间里 我笨拙地脱了他的衣服 没有经验 全靠着酒精上头后的真情流露 干柴烈火 酒后他力气大的惊人 横冲直撞的 很痛也很兴奋 早早我就打定了主意 悄悄占有 然后老死不相往来 所以我跑了 后半夜 连夜跑了 所有的联系方式 拉黑山除一条龙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他都没有找我 没有任何他的消息 我觉得他大概是断片了 这样也好 省得麻烦 后来开学了 我听高中同学说 他有打听过我 听说我没有去南大之后 他去我家找过我 每天在楼下蹲守 可是 我们已经搬家了 之后便不了了之了 大学毕业 我不适应南方的生活 回了家 在家里待了整整一年 我是家里的独生女 家里拆了签 并不缺我挣的那三瓜牙枣 家里没有催我找工作 只有我妈热衷于催我找男朋友 催我相亲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年轻的时候 造了孽 我每一段恋爱都不成功 甚至我都没有恋爱过 总不自觉地想起林默白 拿他们和林默白相比 最后甚至我觉得我 燕南 我大概是病了 回到家 老爸在厨房抡锅铲 探头看我一眼 转身继续颠锅 老妈躺沙发上完手机 见我回来 她又开始叙叙叨叨 上次跟你相亲那个小李 记得不 人家相亲成功 都要结婚了 我脑子还有点混沌 歪着头 想了一回 就那个自己没车 没房约收入三四千 还要求女方月收入上万 陪嫁房子车子 三年抱俩歌 就这还准备结婚了 也不知道哪个姐妹这么倒霉 我妈话头一叶 嘴唇涅如 人家 人家也算是 有 有理想 有追求吧 吧 我呵呵搭 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 她突然提高了音量问道 所以你到底想要什么样的 隔壁小花都三胎了 对 小花确实三胎了 而且每一胎孩子爹都不是同一个 不知道是不是麻药禁的原因 又或是昨晚没睡好 我感觉好困 满脑子乱七八糟的 都是林墨白 老妈一直追问我 到底想要个什么样的 我随口回了句 牙医 起身回房 没理会我妈嘀嘀咕咕的在那翻手机 我觉得我还是挺年轻的 毕竟我还可以倒头就睡 我又梦见林墨白了 梦里 我坐在酒店沙发上 从包里掏出一打毛爷爷 扔到林墨白脚下 我说 你托一件 我扔一打 都是你的 她瞬间喜笑颜开 开始动手脱掉最外面的白大褂 我在掏再扔 她脱掉了马甲 然后是领带 衬衣 扣子被好看的手指 一颗一颗解开 露出衣服下面好看的腹肌 我将她拉到床上 地上散落一地的红色和衣服 迫不及待 亲自动手 扒了她的裤子 映入眼底了是一条 奥特曼内裤 哦 奥特曼 还是迪迦的 就在这时 突然传来嘻嘻嘻嘻的声音 眼前的迪迦逐渐模糊 我醒了 就差那么一点点 就可以一睹为快了 一摸手机 好家伙 半夜十二点半了 窗外嘻嘻嘻嘻的声音还在响 接着传来喵喵的声音 大概是小花的某个情郎 又来找她了吧 点开微信黑名单 唯一一个联系人 在里面躺了四年 还是那个头像 一直没换过 想起梦里的那张脸 我鬼使神差地将人放了出来 我盯着聊天框 看着初神 再想要不要就趁现在恢复联系 可是当年我骗了 她还直接完消失 现在联系着又算怎么回事 她这么多年也没有找过我 说不定人家根本没在意 那天晚上的事情 又或者说她压根不记得 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 嗯 对 一定是这样的 不然这么多年 以她的性子 大概是会直接到我家 来找我问清楚的吧 就在这时 叮咚微信提示音突然响起 吓我一机灵 手机掉下来砸到了鼻子 我擦 鼻血流出来了 五分钟后 我鼻子里塞了纸团 坐在马桶上 看着微信里 林墨白发来的消息 陷入了沉思 是一个狗头表情包 接着叮咚叮咚叮咚 一连串的响起来 林墨白 狗头 林墨白 我想也该是时候 把我放出来了 林墨白 我猜你在家 而且没吃饭 林墨白 下楼 卧槽卧槽卧槽 我抓着手机的手 肉眼可见的在发抖 心里又是一阵破涛汹涌 惊涛骇浪 忙跑到窗台往下看 这里是四楼 能很清楚地看到 路灯下停了一辆车 车旁靠着个人 手里还有亮着的手机屏幕 我们家搬过家 他是怎么知道我家位置的 我还在想到底要不要下去 要不干脆装死算了 反正又不是第一次送 就在我还在纠结的时候 路灯下的人突然抬头看了上来 我吓得往后退 手一抖 手机掉下去了 发出一声巨响 同时楼下的人发出惊呼的声音 不用看我都知道 他指定报装备了 我闭上眼睛 为我的手机默哀三秒 这回不下去也不行了 我以最快的速度冲到楼下 看到眼前的男人黯然无恙 没有头破血流 才放下心来 林墨白手里拿着我 已经碎裂的手机 一脸细血地看着我 就算不想下来 见我也不用直接给我抱头吧 他脱了白大褂 穿了一身黑白色系的宽松套装 活脱脱的男大形象 我从他手里拿过手机 已经完全开不了机了 真是又慌又尴尬 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最后我心一横 直接摆烂了 结果就算再糟糕 还能比现在更烂吗 我问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林墨白信信收回手 感觉他也有点尴尬 在路灯下 能看到他刚刚站的位置 有几根烟头 估计在这里等蛮久了 他打开车门 从后座拿出一个外卖保温袋 刚刚点的外卖 我猜你没吃饭 给你的 我想伸手过去街 没找到他直接把袋子 放在车头打开 是瘦肉粥 我试探问一句 给我的 他看着我点头 对 给你的 我继续问 在这里吃 他继续点头 并且已经帮我摆好了 只是 大半夜站在车头喝粥 多少有点颠吧 鬼使神拆的 我真的拿着勺子吃了起来 还别说 真挺好吃的 我吃得正香 林墨白突然开口 你今天说的 花钱税我还算数吗 死话一出 我一口粥梗在喉咙里 直接喷了出来 呛得我直咳嗽 磕磕磕磕 你 你说什么 林墨白又重复了一遍 我说 你今天说的花钱税 我还算不算数 我惊讶地看着他 这人怕不是疯了吧 他的脸上 带着严肃的神情 半点没有要开玩笑的样子 这时 旁边绿化带草丛里 传来喵喵喵的叫声 接着一只八嘎猫 叼着一只 跟他一样花色的小猫 跑出来 后面跟着一只漂亮的三花猫 是隔壁奶奶养的小花 这只八嘎猫 估计就是小花的第三任老公吧 这是带球袍 还是私奔 我的视线转移到猫上 企图转移注意力 林墨白伸手把我塞鼻子里的纸巾拿出来 哇 我下来太着急 竟然忘了把塞鼻血的纸巾拿出来 由于他的突然靠近 我脸上瞬间热气上涌 一低头 更是发现 自己竟然还穿着睡衣 果然没有什么 比现在更糟糕的了 我做了一个深呼吸 企图让此时正在疯狂乱跳的心平静下来 乱地摸了下口袋 从里面掏出几张 折叠起来乱七八糟的钱 这是之前跟老爸出去吃宵夜顺的 我伸手放到他面前问 够不够 他看着我手里的纸臂愣了一下 然后突然笑了 笑得特别好看 眼睛弯弯的 眼底样起星星点点的光芒 看得让人失了神 深陷其中 不可自拔 他一把拿过我手里的钱 快速揣进兜里 够 给了钱可就不能反悔了 我可不会给你退钱的 我撇了撇嘴 就那三瓜俩枣 估计连顿烧烤钱都不够 我也不好意思退啊 接着他快速把引擎盖上的粥收起来 我傻眼了 这啥意思 不让我吃了 粥是用来吊我的 就为了我那几十块钱 不至于吧 然后他打开车门 示意我上车 林莫白笑着对我眨眨眼 虽然是快了点 但是收人钱才替人消灾嘛 去我家或者酒店都可以打 我真是鬼迷心窍了 车上我穿着睡衣 捧着周小口小口喝着 林莫白笑着看了我一眼 多吃点 等会儿才有力气 一勺粥送到嘴边 我这吃也不是 不吃也不是 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骚得慌 我今年二十六 已经不是什么青涩少女了 能听懂他话里的意思 感觉好炸裂 好刺激 又好期待 好想阴暗地扭曲爬行 好想看看 他穿的到底是不是奥特曼 去的是林莫白的家 打开门没开灯 我还没有来得及 打量屋里的陈设 就被他按在门上 他的额头抵着我的 两人炽热的气息相互交缠 随即亲吻密密麻麻地落下 额头 眼睛 鼻尖 脸颊 唇角 耳夹 我一定会让你满意的 林莫白在我耳边的声音沙哑低沉 热气喷到我的耳根 惹得身体瞬间酥麻酸软 手指不知觉地攥紧他的衣摆 都已经到这一步了 堂堂 你可不能再怂了 悄悄深吸一口气 林莫白 我在 林莫白 是那个我喜欢了很久的男人 毋庸置疑 我想要得到他 我抬头 双臂攀上他的脖子 附上他的唇 彼此的唇瓣摩擦碾柔 气息交缠 我踮起脚 双腿缠上他 他双手拖着我 在黑暗中往里走去 去他的房间 他将我压在柔软的床上 周围他的气息将我包裹 是我熟悉的 曾经无数次在我梦里萦绕 薄荷糖的味道 夹杂着洗衣粉 被太阳晒过的气味 林莫白压着我的手腕 唇齿相依 缓慢探近 唇舌搅动 黑暗而安静的环境 使得水晶声与呼吸声 无限放大 听的人脸红心跳 交缠间 两人的衣服被扯掉 太黑了 其实我想看看 他到底有没有穿奥特曼 很快仅存的那点理智 就被林莫白的唇瓣吞没 三分钟 一股热流落在我的小腹上 周围安静的可怕 我不敢动 更不敢说话 这么多年 我只是没男朋友 可不代表我不看小视频 自己研究呀 林莫白起身背对着我 坐在床边两久后 伸手拉开了床头的台灯 暖黄色的灯光 照在他的身侧 后背的肌肉线条 一览无余 如果忽略刚才的三分钟的话 他这个背信张力拉满了 可惜我觉得应该是我钱少了的缘故吧 不知了过多久 我起身捡起地上的衣服 林莫白拉住我的手腕 声音里带着委屈 姐姐 你别走 我刚刚只是 只是太激动了 顺着手臂望去 男人眼里带着泪花 真是让人心疼 他额头上还带着汗水 说明他真的努力过了 我抬手摸了摸他蓬松的头发 我不走 我想洗个澡 卫生间在哪里呀 卫生间门关上的那一刻 我瞬间松了口气 我滴妈呀 真的太尴尬了 这是什么修罗场啊 三分钟 就蹭了蹭的时间 游记的当年那个晚上 他可强了 现在是怎么了 怎么就不行了 我现在分享欲强的可怕 好想找人分享一下 可惜手机坏了 打开花洒 热水淋在身上很舒服 我也好好想了一下 我觉得 我还是喜欢林墨白的 喜欢了那么多年 长得又好看 我不能因为他不行 就嫌弃他了 如果真的没有人要他了 那我就把他收了吧 等我洗完澡 穿衣服的时候才发现 我的睡衣领口 被撕扯得破烂不堪 没法穿出去了 看了眼墙上挂着的白色浴巾 刚才都已经亲密接触过了 我又是花钱的 别显得太扭捏了 直接裹着浴巾就出去了 此时林墨白已经穿好内裤 坐在床边 可惜了 不是奥特曼的 整个人显得有些颓丧 有些委屈 没有印象中的阳光开朗 也没有了白天穿着白大褂的意气风发 让人看得于心不忍 我走过去伸手摸摸他的头 没关系 你已经很厉害了 不用放在心上 我不会嫌弃你的 他抬头用委屈的眼神看我 你还是这么会安慰人 我在心底叹了口气 好好地帅哥 怎么就不行了呢 他顺势将头埋在我的腰间 发出闷闷的声音 姐姐 我们现在算什么关系啊 我歪着脑袋想了想 试探性地说道 嗯 屁有 林墨白蹭一下抬起头 脸色黑得可怕 眼神中又带着些许委屈 堂堂 睡都睡了 你说我是这个 我疑惑 那不然呢 我可是花了钱的 总不能是匹克与被辟的关系吧 主要是也没花多少钱 而且我也没有享受到不是 林墨白抱着我的腰 又紧了几分 陈卓莲咬牙切齿道 女朋友 这么闹了一通 什么尴尬都没了 找回了以前相处的感觉 我们本就不算是陌生人 只是我不敢面对他罢了 三言两语就确定了关系 我胆肥了 学着小视频的样子亲亲他 以示安抚 林墨白去洗澡后 我才打开他的衣柜 扫尸一圈 很好 没有一件女孩子的衣服 我随意拿了件白T套在身上 又仔细打量了他的房间 干净整洁 无异味 让我惊讶的是 他书桌上相框里放着我的照片 是高中的时候拍的 我靠着教室里的窗户在吹风 手里拿着英语书 看角度应该是偷拍的 还有很多小玩意 看样子他也有很多事情瞒着我呢 不多时 林墨白就洗好出来了 手机坏了 我本想回家的 却又拗不过林墨白留了下来 还好他有个备用机可以用 不然明天老爸老妈起来找不到 我又该多想了 不知道是因为今天睡久了 还是因为这个床太陌生 也可能是因为多了人抱着我睡不习惯 总之我失眠了 我睡不着 林墨白应该也没有睡着 我一动 这人呼吸都是乱的 林墨白 我在 你抱得太紧了 腰上的手稍稍松了松 林墨白 我怕你又一声不吭地跑了 我 然后又是一阵沉默 我以为他会有很多问题问我的 其实 我有很多话想问他 比如 他怎么不问我 为什么拉黑他那么多年 他还记不记得那天晚上的事情 他这些年 有没有交女朋友 有没有想起过我 太多太多了 以至于我不知如何开口 沉默过后 相顾无言 我竟然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第二天醒来 身旁已经没有人了 拉开窗帘 走出阳台 沐浴着清晨的阳光 是熟悉的地址 就是我所知道的那个林墨白的家 一个独栋带院子的小别墅 大学放假的时候 我也曾悄悄来过这边 带着侥幸心理 希望能偶遇到他 可惜一次都没有碰到过 这时林墨白从院子外面走进来 对着楼上的我扬了扬手里的袋子 是早餐 包子 粥什么的 小区外面有一个 流动的早餐他卖的冰豆浆 特别好喝 吃过早餐之后 林墨白要我跟他去诊所换药 等换好药把牙种上 以后就不会疼了 我这才想起来我昨天还没有付钱 过去顺便把钱给了 突然跑掉 人家没有报警 把我抓起来 真是万幸 我身上穿着林墨白大一号的黑色短裤和白T 跟着他身后走进去 护士小姐姐看着我俩一起进门 瞬间喜笑颜开 跟旁边的医生交头接耳 一想到我的离谱言论已经传开 我就觉得面红耳热 林墨白去换衣服 我躺在诊疗椅上等他 护士小姐姐在旁边准备东西 突然凑到我旁边 一脸坏笑地看着我 眼里满是八卦 小姐姐 林医生是不是已经被拿下了呀 使用效果如何呀 我老脸一红 咱也不敢说他三分钟呀 这时林墨白进来 轻壳一声 小姐姐瞬间弹了起来 林墨白脸上戴着口罩 我从他露出来的眼睛里 看到了一丝尴尬 坏药不疼 至少没有拔牙的时候疼 我紧紧盯着林墨白的眉眼 是我念了许多年的那少年 昨天我真是疼昏头了 竟然没有发现 操作到一半 诊疗室的门被推开 一道绵软的夹子音传来 女生的声音里 带着雀跃 师兄 从今天开始 我就可以跟你一起工作了 我身形一致 仿佛周身血液僵住 只因为这个声音 我太熟悉了 高薇薇 她此刻温柔的嗓音 却是我初中时期的噩梦 林墨白只是对她 微微汗手示意 并没有说话 高薇薇在看到我的脸 有一瞬间愣住了 随后很快反应过来 她戴上口罩 师兄 我来帮你吧 许师察觉到我的情绪不对 林墨白微微粗眉拒绝 不用了 你先出去 高薇薇皱了皱眉 终还是出去了 林墨白跟我解释道 她就是我同一个学校的同学而已 我跟她没什么交集 我此刻张的嘴说不了话 只能默默翻了个白眼 没有交集人家 那么热情地叫你师兄 鬼才信 初中的时候 由于我比其他同学年纪都大 发育早 胸脯上的那个二两肉 也比其他女生多了好几两 高薇薇是班上的最受欢迎的女生 我又总是不喜欢说话 也不知道哪里得罪了她 带着跟她要好的女生在后面喊 老女人 老阿姨 大雄妹 鼓动同学孤立我 随之而来的是 男生的不怀好意的目光 和明目张胆的调戏 熊这么大 甚至被男人摸大的呀 听说她比我们大好几岁 说不定已经跟男人做过了 更有无中生有的 我前几天还在街上看到 她跟一个老男人在一起 对对对 我也看到过 可是他们也只敢说 因为我长得比他们大直 他们打不过我 这种莫须有的言论 跟了我整个初中生活 导致我很自卑 日常拖着背低着头 沉默寡言 没有朋友 也没有人愿意跟我做朋友 初中结束后 我特意挑了一个没有高微微的高中 却很巧地跟林默白一个学校 高中之后 身边的同学也都开始发育 我才慢慢不像个异类 可我依旧自卑 依旧沉默寡言 依旧习惯低头缩着 直到跟林默白有了交集 她鼓励我笑 鼓励我抬头挺胸 鼓励我主动跟同学说话 才发现 其实大家的恶意也没有那么大 现在林默的各高微微搭上了关系 我只觉得莫名地烦躁 我不想喜欢林默白了 放好药 没怎么搭理 林默白借口说累了就回家了 路上顺便拿手机去维修 手机里存了一些设计稿 还好只是屏幕坏了 换个屏幕就好 回到家 老爸老妈正在客厅讨论 什么租不租的话 看见我回来 老爸一把将我拉过去 闺女回来了 房子是闺女的 让闺女决定要不要租 我一脸疑惑 租什么 就是天海区那栋小别墅 有个小姑娘想租 比平常的租金高三倍不止呢 老妈说的眉飞色舞 天海区 不就是林默白住的小区 那栋别墅我知道 就在林默白家对面 大一的时候 我要求老爸买的 对方是什么人啊 老妈掏出手机 就是一个小姑娘 开始说想买 我们不卖 她又说想租 还说价钱不是问题 我一看中介发来的信息 赫然就是高威威 好家伙 一看就知道是冲着林默白来的 我心里一阵烦躁 但是也没必要跟前过不去 不是 我比划了一个首饰 我要五倍 一年起租 租金要一次性结清 老爸点点头 也是 让那小姑娘知难而退比较好 这么离谱的价格 傻子才会租 老爸回了信息 没过多久 对方说要考虑考虑 妈 你平时是怎么对老爸补身体的 什么补身体 老爸老妈双双疑惑地看着我 嘿嘿 没 没什么 随便问问 我尴尬地连连摆手 一连几天 林默白叫我出门 我都没有去 实在不是不想理他 只是我接了单火 忙着画设计稿 我晚上画图 白天睡到日晒三竿才起 这天 我刚睡醒 许文静约我喝下午茶 许文静是我高中同学 兼大学室友 她是唯一一个 知道我所有秘密的人 曾经的我一度觉得 雄大有罪 是她不停鼓励我 夸赞我 并送我了人生第一件紧身衣 让我知道 拥有傲人的身材 不是我的错 而是我的优势 她说有大瓜吃 那我就勉为其难地 跟她一起去吃个早餐吧 我一到她就激动地拉着我坐下 一脸神神秘秘的 我跟你说 我今天吃到一个大瓜 林默白你还记得吗 今天在我男朋友的诊室里碰到了林默白 许文静激动地直换我的手 只有我震惊地愣在那里 因为许文静的男朋友是个男科医生 许文静还在会声会色地讲着 我当时就在隔间里 我听到了 她竟然说自己只有三分钟 那可是林默白 我们学生时期的男神 长这么帅 她竟然只有三分钟 你说是哪个倒霉的女孩子 居然碰上她的 我在她旁边 已经快被说哭了 我悄悄地碎掉了 许文静看我没有说话 还以为我是被震惊到了 我真的快要哭了 我就是那个倒霉鬼 还好你没有跟她在一起 不然受苦的就是你了 你刚刚说什么 我捂着脸 又重复了一遍 我就是那个倒霉鬼 我擦 许文静更震惊了 宝 你糊涂呀 我没想到 林默白竟然去看医生了 怪不得今天除了日常问候之外 没有找我出门 快到下班时间 我想去找林默白吃晚饭 离他们诊所近 我就直接过去了 可远远地我就看见 高薇薇和林默白一起上了车 瞬间胸口好像被什么堵住了一般 喘不上气来 我发消息问林默白在干嘛 他说和朋友去吃饭 我觉得胸口更闷了 我不敢问 更不敢跟着去 我不怕高薇薇的挑事和言语攻击 我怕的是林默白跟他关系要好 我无法接受我的噩梦和救赎 成为好朋友 接着老爸告诉我 高薇薇把房子租下来了 一次结了半年房租 还有一半过几天给 一到账老爸 马上就把钱给我转过来了 小几十个呢 说是给我的零花钱 还好 至少有钱收 如果没有感情 那就要有很多很多的钱 我没有回林默白发消息 他也没有再找我 设计稿已经画完了 我百无聊赖地翻着林默白给我的备用机 这是一部旧手机 前几天有工作 我也没有仔细看过 竟然在手机相册里翻到了很多我高中时期的相片 大多都是在教室里偷拍的角度和朋友圈保存的 他什么时候拍的 我竟然一点都没有发现 备忘录里有关于堂堂的喜好和禁忌 芒果过敏 喜欢吃草莓 火龙果 西瓜 橘子 喜欢涮火锅 不喜欢吃水煮鱼 等等 太多了 包括我高中时期的生理期都有记 一直翻到了半夜 手机里不为人知的东西太多了 我好像窥探到了林默白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在我一直关注他的同时 他也一直在关注着我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刚登上微信 点了期换账号 我盯着屏幕转啊转啊转 没想到真的让我登上去了 林默白的微信号 第一次干这种事 激动得手 有点发抖 我现在是他女朋友 查一下他的手机 应该没什么吧 信异地登录 只会记录近期的聊天记录 消息栏只有我 高薇薇和一个备注心理医生的联系人 高薇薇的最后一条消息是 师兄 即使你有女朋友我也不会放弃的 我在心里狠狠脆了他一口 支三还要上赶着当三的玩意儿 我这钱坑得毫无负罪感 最让我惊讶的是和心理医生的聊天记录 林默白身体没有毛病 他不行是因为心理问题 毕业聚会那天晚上 他以为是在梦里跟我那啥了 从那之后 他就没有碰过其他女生 基本记不起他的欲望 连自己动手都没有过 他都是在梦里跟我做 在梦里丢 导致第一次清醒的实战太紧张了 就秒了 有时候 男孩子的第一次体验感也是很重要的 医生让他放松心态 好好享受 看了聊天记录 我久久不能平复心情 好像我才是那个 导致他不行的始作俑者 好神奇的心理毛病 怎么办 要不要告诉他 那天晚上并不是做梦 如果告诉他了 他会不会怪我 也不知道他睡了没 随意套了件外套就出门了 我想去找林默白 就现在我不想等了 也不想耸 当初如果不是因为我太耸了 可能一切都不一样了 当我到楼下 却发现楼下停了一辆黑色的山海炮 林默白正靠着车门抽烟 他看到我也是愣住了 随即丢掉手里没抽完的烟 我冲过去就跳到他身上 抱着他的脖子 你怎么在这里 他拖着我 还有些不知所措 语气里带着委屈 你没有回我信息 我想离你近一点 以前拉黑你的时候 怎么没发现你来找我呢 他将头埋在我的发间 呼吸喷在我的脖梗处 弄得痒痒的 来过 哦呦 又是我不知道的事情 我能清楚地感觉到 他身上的变化 我带着埋怨的意味 轻咬一口他的耳垂 弄得他呼吸灼热而错乱 今晚跟谁一起吃饭了 高薇薇 他表哥是心理医生 我想要他表哥的联系方式 高薇薇要我请他吃饭 很好 这个答案我是满意的 至少他并没有要骗我的意思 他们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 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面无表情 洋装不悦 林墨白倒是有些不好意思 我怕你会觉得我是变态 我实在是绷不住了 一口咬在他嘴唇上 去你家 他眸中瞬间燃起某种情绪 当我被他压在床上的时候 我告诉他 那天晚上不是梦 我告诉他 我喜欢他 很久很久 食指向扣 唇齿相依 肆意品尝着对方的味道 我突然推开林墨白 我今天没有带前爷 还可以睡你吗 林墨白又暗的眸子里 闪过危险的光芒 他声音沙哑低沉 女大三 抱金砖 把你这块金砖给我就够 给你睡一辈子 三分钟也没关系呀 我们背菜久一点一样 可以很好玩啊 慢慢来 总会好的 可林墨白 确实等不及了 堂堂姐姐 你就是我的金砖 砖砖 一声砖砖打一下妆 到最后时间越来越久 是打开心结放松之后的实力吗 其实我更怀疑他嗑药了 最后昏昏沉沉地睡过去 又被砸醒 如此枉附 林墨白 咱节制点好吗 我太累了 第二天醒来 不知道是几点 反正太阳挺大的 浑身酸软 某人却是神清气爽的 被子底下光溜溜的 动了一会就不对位了 林墨白明显越来越烫 他附上来的时候 我注意力都在没拉上的窗帘上 啊 喂 窗帘没拉 没关系 外面看不见 可是我还没有适应这种开放程度啊 白日轩吟 好羞耻 我好像看到 对面院子很多人进进出出的 好像在搬家 是了 今天高薇薇搬家 林墨白在我脖子上咬了一口 砖砖 你不专心哦 神他妈砖砖 我想回家 晚上 我本想回家 在林墨白的强硬要求下 还是留了下来 好不容易停住了 好好抱在一起 温存温存 林墨白手机 却不合时宜地想了 是高薇薇的电话 师兄 我家停电了 我刚搬过来 还不太熟悉 我可以去你家住一晚吗 就在对面 不可以 林墨白 啪地把电话挂了 开静音 表现得还不错 为了防止他在闹 我拿手机 给小区保安打了电话 让他过去看一眼 果然 这回老实了 第二天 我搬了个躺椅到阳台上 晒太阳 保证对面能看到这边的视野 唉 高薇薇这点租金 也不是那么好赚的 不多时 高薇薇就过来敲门了 林墨白就站我旁边 给我墨咖啡 没人给他开门 他竟然就在楼下喊 师兄 我今天可以蹭你的车去上班吗 我们正好一起 林墨白皱着眉 今天周末我不上班 你自己去吧 我要陪我女朋友 高薇薇好像这时才看到我 哎呀 我都没发现 姐姐也在呀 我靠着躺椅没说话 我真的佩服她的心态 当年我要是能有她一半 也不至于活在阴影里这么多年 我们就静静地看着她不说话 许时她也觉得尴尬 最后自己走了 我每天都在跟林墨白腻歪在一起 我们好像打开了什么 没羞没臊的开关 一连几天都没有出门 当然 安薇薇每天都有过来找存在感 半夜衣服都脱了 正准备进行六开头的数字化备菜 被安薇薇帮帮的敲门声打断了 林墨白蹭地坐起来 操起床头的烟灰缸 我去把她打晕 我一下跨到她身上 轻轻蹭了蹭 撒娇道 你把她删了吗 删除 拉黑 嗯 林墨白整个人都缓和了几分 甚至有些得意之色 好 然后没理外面的人 我们继续 不可置信地 因为高微微的骚扰 我们净生出一些刺激的感觉 有一次我穿着小背心开门 正好碰到她鬼鬼祟祟自己推开院门 高微微死死地瞪着我 脸色由白转青又红 跟调色盘似的 接着从嘴里挤出一句 堂堂你不要脸 故意穿那么露给谁看 我无语了 低头看自己胸前的龙起 我也不想 谁让她大呢 遮不住 高微微脸更红了 丢下一句 不要脸 踩着高跟鞋 蹬蹬蹬地走了 原来她还记得我呀 在林墨白面前 一口一个姐姐的 我在林墨白这里 住了有段时间了 老妈打电话问 是不是可以见见面 带回家吃吃饭 林墨白也不去上班 我才知道 原来那诊所是她的 头前挂名不看诊 正好晚上回家吃饭 林墨白还有些紧张 拉着我去买礼品 挑礼物 回家又挑衣服穿搭 一切顺利 尴尬的是在饭桌上 老爸做的十全大补汤 椒盐猪边 清蒸生蚝 韭菜炒鸡蛋 一桌子透着浓浓的补味 端菜的时候 老妈拉着我到一边 偷偷说悄悄话 那个汤里有我从老中医那里 买回来的补药 很补的 但会让墨白多喝点 小伙子长得是真的帅 脾气好 工作好 但是闺女 咱也不能委屈了自己啊 我 妈 你可真是个人才 其实我想解释的 她不需要补了 林墨白也没有含糊 我妈家的菜 她照单全收 没有一点扭捏 可是不知道怎么的 聊着聊着 就聊到了结婚 然后我就猛猛跟着他们 见了家长 讨论婚礼 一切都太快 以至于我都还没反应过来 我的婚礼就快筹备完了 是婚纱当天 许文静一脸惋惜地抱着我叹气 宝 你真的要栽在林墨白手里了吗 你以后的幸福生活可怎么办啊 我干笑 其实林墨白她挺厉害的 许文静一脸的不可置信 她觉得是我没吃过好的 接着又跟我讲起了八卦 我最近啊 交了个整容医生 你猜猜我碰到了谁 就你之前说过的高薇薇 她去整胸了 小身板上挂俩地雷 比例失调的可怕 是啊 最近太忙了 都没有时间关注她 也没有听说她的消息 听林墨白说 她好像是吃高额回扣 被辞退了 后来就没听说了 后来老爸说 租房子的那个小姑娘 背上了高额网贷 问能不能退租 可是我们租赁合同上写好了 提前退租 不退租金押金 房子也不能租给别人 不然要赔付高倍的违约金 我也不可能 圣母倒给曾经言语霸凌过我的人退钱 只能说 恶人自有恶人魔 都是她自己的造化 穿好婚纱 许文静为我拉开示意见的帘子 我穿着雪白的婚纱 出现在林墨白面前 她瞬间看直了眼 我的少年 拿着棒棒糖 穿着礼服在等我 我们还要携手共赴未来 他们是不一样的 宣企业 太后 她们是不一样的